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阿哥 阿姬的阿姬 今天在我身边这辆正式发布的 就是保时捷的 第三代凯燕 那我相信不少读者朋友们 应该都记得 几个月前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这辆车了 但是那时候缺的是什么? 缺的就是价钱 那目前保时捷已经正式发布这辆车子 价钱本地总共分为两个等级 一个就是我身边这辆蓝色的凯燕 一辆是白色在那边的凯燕S 两者的差距主要就在于动力规格的不同 价钱方面 凯燕的售价是745,000 这是目前不含0GST的价格 那如果是凯燕S呢 它的售价则是890,000 那消费者就可以去选择 你要745,000的凯燕 还是890,000的凯燕S 两者的差距就在于动力规格 那么动力规格的差距是什么? 如果是我身边这辆凯燕 它的动力规格是3公升 V6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3公升V6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3公升V6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动力数据是340匹马力 450Nm 那如果是凯燕S呢 它的动力规格则是2.9公升V6 Twin Turbo 双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 3公升涡轮增压 2.9公升双涡轮增压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了 那凯燕S的这个马力数据呢 是440匹马力 556Nm 两者的0到100的加速 这辆是0到100 6.2秒 那辆则是5.2秒 但是如果你选配升级 这个Spot Chrono的这个package的话 它可以在动力数据上更加加强 可以减少两辆车都各减少0.3秒左右 这是它的升级配备 0.3秒 其实以目前刚刚我们提到的价格嘛 两个价格就是745,000跟89万 这两个都是一个standard的售价 对于凯燕来说都是一个standard的售价 那standard的配备会有什么呢 今天我们呢我相信 因为上次其实介绍的蛮详细了 今天我们就针对它这个价钱跟配备 来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它的差别会是什么 那standard的配备 它有给到消费者的就是这个 4.4的全LED头灯 然后Air Suspension Pug Assist Power Steering Plus 那Poucher Communication System 以及这个Advan cockpit的这个系统 然后轮圈呢 standard则是给大家19寸的轮圈 那至于这些东西除外 其他的全都可以选配升机 就是消费者看你自己的兴趣跟需求 去Poucher的中心 去说你想要买一辆凯燕 然后你可以做什么升机 去客制化你自己要的一个风格的车型 它选配升机的空间有多大? 其实很大 你选配 如果你要把全部东西都升机下去 它可以价值高达30万的售价 所以你可以从一个89万的售价 升机成一两百多万的开源 这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也跟就是原厂单位聊了一下 那有什么是这辆车子 是整体来说是很值得 或者是说建议去升机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PDCC 这个XC的系统 因为这辆车它本身是一个体积大 重心比较高的车子 所以你针对XC去做升机的话 它的稳定跟操控相对来说 会得到更好的这个feedback 那第二个值得升机是什么? 第二个值得的升机就是 Greel Excel Steering 就是Poucher有名的这个四轮转向的系统 对于这辆车子来说 你有四轮转向你不管是在 停车甚至是离开停车位 以及驾驶的操控性上都会有明显的升机 这是它值得升机的地方 那这些Optional的升机配套呢 都必须在买车之前先选定你要的升机 而不是你买了车之后你想升机 那就没办法做到了 那这就是消费者如果有兴趣这辆车子的时候 要先下来一个决定的东西 那原厂是建议升机这两样东西 PDCC以及后轴也有转向系统 那这是它的这个配备 那至于说 Sport Chrono的这个升机有包括什么? 其实就是车内中间的这个马表以及驾驶盘 有一个切换驾驶模式的这个系统 以及它ECU里面的进行的调教 这种Sport Plus的系统啊 让车子的这个动力表现更加出色 这就是Sport Chrono Package的升机的一个地方 那这就是大概啊 很冗长哦 一些比较细节上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买这辆车子 我觉得74万5千真的是蛮诱人的价格 那就可以去研究你想要怎么样的一个配套 去选择你要的开演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次嘛 其实很多上次都介绍过了 可以去找我们之前的影片来看一看 那其实大致上的配备都都相同 只是上次我们给大家看的是一个佐驾版本 那今天正式来是一个右驾版本 可以给大家看的 19寸的轮圈 你可以选择升机到20寸21寸22寸都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在新一代的凯验身上也看到的就是车体放长 放低 走距不变 放宽了 所以对于这辆车子 他强调说是根据911的风格来打造 所以明显可以看得出 是加强了这个在操控以及 驾驶的表现方面的这个个性 这就是他出色的地方 那说了这么多 上次也介绍了这么多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Porsche的Advanced cockpit 到底给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 来上车看看 好 坐上这个开演的驾驶舱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Porsche的这个内装的品质 尤其是他这次升级的这个这个标配的这个Advanced cockpit的这个质感 让大家就是可以更觉得内装的科技化以及未来感凸显得非常明显 像非常大的这个中控萤幕那种触控的这个质感呢 给大家的这个氛围 那然后萤幕的清解析度都是非常的好 然后很多这些LED的显示 像他这次仪表版的显示 只有中间的转速表是传统的指针 其他的全都是LED显示 而这是Sport Chrono的package呢 更升级了这个的 马表 这里的迅速可以切换驾驶模式的系统 以及甚至在仪表版增添了一个stopwatch的功能 让驾驶可以针对运动化的驾驶更加的focus 更加的可以迅速的进入一个怎么说运动化的驾驶状态 这是他给到的大家的东西 那排胆杆是这个巴素的Tiptronic S排胆杆 那其实内装的部分 其实上次也介绍了不少 这次我们就不要说太多了嘛 就希望真的希望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保时捷 接到这辆车子来做一次比较深入的试驾跟拍摄 详细可以再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啦 谢谢大家